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主持人翟轩 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 加入我们讨论的来宾 台大哲学系教授 任举真 翟轩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国际事务专家赖月谦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钱大使借文吉 翟轩好 大家好 好我们来看一下 美中的这个科技战贸易战 从波音打到了这个晶片 达到了这个半导体 那其实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主要就是我们节目当中也有讲到 现在中国大陆他们喊出来的 就是两机一新啊 就包含了光刻机 包含了这个民航发动机 以及芯片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半导体 那当然美国虽然现在看起来 好像这个关税要减免 这个100亿美元 看起来好像要低头了 但是我又要偷偷在后面 给你捅一小刀吗 要有所反击吗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最新的一个消息 解放军试射高超音速飞弹 美国他们就派出了 这个眼镜蛇球 眼镜蛇球就是RCE-135S 带这个黄海侦查 还有这个联合卯钉 就是RCE-135V 在东海这边运行 这个动作 大家要仔细看看 其实就是波音 波音的RCE-135系列 在这边频繁的出入 其实不是第一回啊 6月28号的时候 当时中国讲出了 台海内海论的时候 也是RCE-135W出现了 在这边有航机的轨迹图 也是出来绕一绕 还有这边6月7号的时候 他说美军的RCE-135U的侦查机 也是在这边不断的这样子 来侦查一下 中国大陆南海南部的沿海 这边的一些动静 那所以看起来呢 拱火亚洲总有波音吗 5月19号的时候 当时美军的侦查机 也是陷送到这个日本海 也是RCE-135S 所以其实看起来 这是不是会是一个 波音的大反击啊 没有啦 那当然没有直接的一个关联系 但是偏偏最近 就是因为波音 没有拿到这个 292架飞机的大单 那是不是美国 频频的出招 频频的要使一些绊子 让中国大陆不好受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中欧签下了 2400亿的大订单 美国的媒体啊 尖酸的发声 比方说像是彭博社啊 他就说 中国这种举动 是对波音公司的伤害 那法国呢 则是开始对于 中国大陆开始改口啦 就是说比方像马克宏讲 北约并不会针对中国啊 毕竟要做生意 那这个法国的罩子 也是放得挺亮的 可是呢 这拜登要狙击 习近平的两机一新计划嘛 我们刚刚讲到了 民航发动机 光刻机跟晶片 那过去在美中贸易战 也就是川普那个时期 打起了这个 这个美中贸易战 主要他就是有 勒住这个晶片啊 就是卡侯 为什么呢 他说当时包含了 很多美国的一些 晶片厂商 甚至包含了台湾的台积电 你不可以卖给华为了 所以呢 就是逼得中国大陆 必须得要自己来 自己做这些晶片 那可是如果要做晶片的话 就需要光刻机 他现在又要针对光刻机 再度下手 前两天我们讲到的是 民航发动机 也就是这个 中国大陆准备要自行 研发客机 他也是说 我不卖给你这个引擎 所以看起来 我知道你的计划在哪里 我就针对你的计划 开始来出一些招 所以他们现在 拜登虽然考虑要撤除 部分的关税 但是对于中国的半导体 却是展开了301的调查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纽约时报就讲 他说扩大对于 中国大陆的出口管制 要确保对于中国 是占据优势的呀 就是摆明了 我不要向你低头 我不要输得那么难看 我还是有东西 可以卡住你的 所以现在中兴 是不是受到直接的影响呢 因为美国像荷兰的 艾斯摩尔施压 就说不要卖给中国大陆 这个DUV 这样的光刻机 所以甚至还喊出来说 烙话要让中兴关门大击 那中兴也有回应啊 他就说我们根本就没有 俄罗斯的客户啊 为什么你要针对我们呢 那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 赵丽杰也是讲说 美国你这个做法 根本就是技术的恐怖主义哦 你频频想要堵住别人的路 最终你只会毒死你自己啊 所以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现在是不是赶尽杀绝 要对于这个中国的晶片 要有所动作的 因为我们讲到说这个DUV啊 DUV跟这个EUV 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呢 EUV它是极子外光的光刻机哦 那它是这个比较最先进的一些 这种制程就是在这边 那DUV的话是比较前一代的一些 相关的制程哦 那现在中国大陆呢 因为他们的制程可能没有像 台积电那么领先 就是最先进的制程 那他们至少还可以做 前几代的制程啊 现在是不是连前几代的 都要把它夹住脖子 不让它制作呢 所以看起来这个美国啊 打算是要在这个晶片 直接断掉中国大陆所有的路啊 要直接赶尽杀绝哦 所以现在看起来 这个7月6号最新的报道 Intel还有这个英伟达 美光现在纷纷都下调 这些晶片 芯片业恐怕要进入一个 衰退的周期哦 因为如果中国大陆也被掐出脖子 还有对他们来说 我也不能卖给中国大陆了 那接下来这个市场 是不是就被玩完了呢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习近平他现在目前的准备哦 看起来在武汉那时候 我们前几天有讲到 他先去了武汉 才去到这个粤港澳这个大湾区哦 他先去武汉 有提到了这件事情 他说因为我们的技术被卡脖子 所以半导体 我们现在必须要突破技术 要把这科技的命脉 牢牢地握在自己手上啊 连这个中芯哦 其实也有所准备哦 因为现在中芯系哦 大概有137家的一个企业 联合起来 那其中呢 就已经有5家企业 在4月份短短的11天里面 他们陆陆续续上市 而整个中芯系的投资企业 大概有137家 等于说 现在大家开始打团体战啊 大家一起 把这个晶片业 看能不能持续快速的推进 避免我们现在的这个技术 被卡在美国的手上 所以我们看起来 这个艾斯摩尔他们讲说 其实原本呢 他跟这个中国大陆 有要持续扩张中国的团队 甚至还招募200多名的员工 但是没想到 现在新的制裁一来 恐怕这样子的一个合作计划 也要告吹了 但是华为呢 他之前就是因为面临到说 这个晶片被掐住脖子 所以他们早就有所准备 就是我们看看 华为布局光科技的技术 解决晶片卡脖子 还有多远呢 大家陆续在讨论当中 其实华为 他自己有复仇的计划 他有56家的成员名单 要突破国际半导体的封锁 其实他已经斥资千万美金 成立了相关的一些创投计划 也大部分都是这个 光科技的供应链 因为如果光科技 都必须得要依赖艾斯摩尔的话 对于这个华为来说 甚至对于中芯来说的话 这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 所以他们现在开始要 进军到光科技的产业 那到底中国造不造得出 这个光科技呢 艾斯摩尔的CEO是讲说 可能是造不出来 但是也没那么绝对 因为常常中国大陆 在很多方面 就是你觉得他跟不上来 结果他一举 就反而弯道超车了你 所以我们看一下 华为的轮值董事 他面对到这样的一个 可能封锁 他也讲出了一番话 我们来听听 没有几个企业 真的能够把这个怎么去做 但我们的团队 我代表的团队 经过这十年的衰老 知道了 得到这个经验 有这个能力 但是你为啥都去做鞋子做挖子 因为其团 连做家电 我们都不愿意做 因为你们这个优势 都不愿意做减碳 我们做高科技含量 这个启量太低的东西 不浪费我们的身材 因为我们有优势的团队 有优势的身材 如果说今年的活不下去了 哪里做鞋子做挖子 好 问问赖老师 目前大陆确实有困难 那荷兰的困难更大 因为荷兰如果说 它今天违反商业规则 只是因为它有一部分的技术 是来自于美国 那美国的意思就是说 你的软件 还有你的一些部分的机器设备 是我美国去投资的 那我现在的法律规定 你不能卖给它 而你荷兰还是卖给中国大陆的话 美国要制裁荷兰 但是如果美国 荷兰不卖给中国大陆 那对于荷兰来说 它等于是违反了商业的原则 中国大陆也有可能会采用反制裁 这是一个部分 另外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 就是说曾经在大陆的一个 比较释放一些敏感信息的一个地方 它有提到了一个就是说 中国事实上还是有一些 没有那么高阶 中阶到低阶的光科技的制造能力 那荷兰的也一直在跟中国大陆谈 智慧财产权的问题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代表就是说 如果这个消息属实的话 那荷兰他们本身的高层 也在关切这件事情 那它相当有可能 也就是说可能会涉及到一些 所谓的知识财产权的这个部分 但是中国大陆已经有能力去制造了 当然我一直避免用仿冒这两个字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就是说 如果荷兰真的把这个光科技控制住了 就是不卖给中国大陆 我想是高阶的 因为前段时间我们也看到 从去年到今年荷兰卖给中国的光科技 不但没有减少还增加 可是它是属于中阶跟低阶的 例如说28奈米 那个十几奈米的都有 但是你要到那个低奈米的 那就没有了 那大陆它释放出来的这个讯息 其实也在提醒荷兰 就必要的时候 他们就要绕过所谓的智慧财产权权 那就直接生产了 那官司那就等以后打 可是问题是官司要怎么打 对中国大陆来说 你要到中国大陆的法院去打这个官司 他可以用法律来制定 说在国家特别紧急状况处理的时候 那么可以以国家安全的考虑 回避某一些法律责任 这有可能会发生的事 那对荷兰来说的话 一旦中国大陆开始量产 开始生产 而中国大陆自己的生产 已经可以卖给自己国内的厂商 那这样的话 你荷兰就已经不再是世界唯一独占的企业了 你已经马上就制造出一个 可以跟你PK的 当然不是高阶的 可以跟你PK的光科技的制造厂 那这样的话 中国大陆拥抱自己的国内市场 然后再加上有很多的国家 它也在发展半导体 现在目前来讲 不管日本 欧洲 都在发展半导体 甚至韩国 还有更多的国家 那如果说今天不是那么高阶的 例如说做汽车晶片 它28那米就可以养 如果说这一些大量需要 但是不是那么高阶的 而它需要光科技的时候 中国可以避 荷兰还便宜卖给你 那你认为 荷兰的这一个部分的业务 本来它是垄断 它是独占 那很有可能就开始会被侵蚀 那这个对荷兰来说的话 本身的利益很有可能会受损 那当然我一直在强调说 这一部分的讯息 我们还没办法确定是为真 但是它出来了 可是没有多久以后 这个文章又收走了 所以我们才会一直怀疑说 这个文章是不是有意的 在提醒荷兰 说中国大陆事实上 有一些能力 只是说我们一直考虑 这个商业上的运用规则 但是如果一旦考到 我的安全上的命脉的时候 我不见得会遵守 国际商业上的规则 我觉得这是不是也是一种 商业上的一种 嚇阻作用 我们确定知道的一件 一个意象是 荷兰的光刻机的制造商 它是摆明的意象 就是它很想卖 也愿意卖 可是它如果一旦 不能卖的时候 责任不在它 好 我们来问一下大使 现在这个基本上 这个所谓的高端的这个晶片 大部分的产品 还是在台积电的手里 那台积电线 这个高端的晶片 这个也就是5奈米以下的 7奈米以下 5奈米是现在是主力高端的这个晶片 那现在不能卖的对象 大陆只有华为不能卖 事实上大陆还有三家手机厂 小米 然后OPPO Vivo 它们的晶片 基本上它们还是没有被断绝了 所以就是说美国为什么只断 华为不断另外三家这个手机 大陆手机的晶片 这个还是牵涉到商业利益 也就是说你今天把今天大陆所有的这些手机 这些做这些手机 这些厂商的晶片都断的话 那这个事实上 你美国的所谓的这些晶片制造的这些 这些制造的所用的机械的这些生产厂商 它事实上它的机器往哪里卖 所以这是一个产业链 所以美国事实上这个手打下去 它也不可能一次所谓的一次赶尽杀绝 它还要考虑到它自己厂商承受到的 这个相关的这些打击 而且说谓在整个这个晶片上面 整个这个手机制造上面 事实上的话 美国还是在里面 我觉得利润最大的一个 其中获利最大国家之一 因为你有很多专利 你有很多这些晶片里 就是如果说手机里面用的这些专利 美国虽然不生产 可是它这个所谓的 它这个权利金 收得很厉害的 那你今天卖一条手机的话 你不是说 你说出厂价 比如说 现在可能都1000美金了 美国可能在里面赚到的价值 可能是最多的 对不对 光是智慧财产 然后还有这些制造这些手机的 这些器材 然后这些很重要的这些最关键零组件 美国还是掌控的非常的多的 所以真的说起来在这个价值链里面 获得价值最高的还是美国 那美国事实上这个最低的是组装 也就是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台湾的厂商 在做整个整体组装 它的附加价值最低 所以我们的厂商 常常就是说是毛三道四 对 那为什么毛三道四 因为最主要的 最获利的部分 美国人都拿走了 所以美国要打击制造商 要打击供应商 要打击这些话 基本上它也受到很大的伤害 所以你看美国今天 它这个说在 尤其在这个晶片业上面 晶片的部分 它出手打击 你可以去注意到 它是打击大陆的 四家厂商的一家华为 对它威胁最大 可是现在看起来 世界这个 就今年上一季 最近一季的 这个手机销售来讲 当然全世界人排名 第一名是iPhone 占22% 第二名三星 20% 小米占12% 第三 可是小米下面4 5都是中国大陆的厂商 OPPO跟Vivo 小米OPPO跟Vivo 加起来是全世界供应量的29% 比你iPhone 三家加起来大过你iPhone 所以事实上的话 美国为什么不对这三家 三家这个手机厂加以打击呢 也照样可以用打击华为方式 就跟台积电讲 你华为的晶片不能卖 它现在让印度来打击 现在印度打击 印度还是一个 怎么讲呢 还是一个 不是一个主要的消费市场 刚好你讲这几家 最近印度都在找茶 小米跟Vivo都在找茶 不过这个问题是 印度是找所有外商的茶 对被印度找茶 印度是所有外商拿到茶 因为为什么 印度是很不喜欢外国的投资 它是保护主义大国 第二个印度政府非常腐败 所以被找茶的话 不只是只有中国厂商 所有在印度经营的大厂商 都被印度找茶 那是另外后话 不过现在中国大陆就是说 在光科技的部分 这就是卡脖子 卡脖子 那不过美国要师出有名 因为你要叫人家 你要叫人家不卖 今天这个厂是荷兰的厂 在国际上有一个叫 有一个条约 这个是有关技术转移的条约 那么它讲是两代 也就是说我今天要技术转移的话 如果是两代以后 最先进后面两代的 那你可以卖 如果说是最先进 你按照这个国际公共用法 你是可以卡的 可是问题就是说 你这个DUV是不是最先进的 因为光EUV 现在都已经快两代到三代的产品 所以你连DUV都要进的话 我讲这个条约叫瓦森纳条约 你是不是违反瓦森纳协议 你有什么权利 要人家ASML去进卖这个机器 好 老师 我说的直接一点 假以时日 这个对中国的科技制裁 一定会失败 绝对会失败 我基于如下三点的理由来说明 第一个 这个芯片 大陆叫芯片 我们叫晶片 他们实际上 目前大陆生产的运用最多的 不管是军事 或是汽车 或者说各样的动力的话 28奈米足够 你知道什么叫奈米 百万分之一的公尺 对不对 你算一下这个 基本上的话大小 但是目前为止 什么7奈米 5奈米 甚至3奈米 做不出来 但是大家要了解 它会有镜头的 这个叫做摩尔定律 时间一到的话 所以我说假以时日的话 大家慢慢发展 这个是就说大陆目前为止 虽然被卡脖子 大陆叫卡脖子 但是这个问题 目前为止很严重 但是基本上对于整个生产 但是对华为特别严重 华为不但是坐椅子修桌子 华为现在猪都养了 但是他们很有这个士气 就会觉得说假以时日 我们还是能够再回来 We shall be back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要了解 西方国家的特征 不是民主自由 也不是什么人权价值 主要的就是资本主义 你有企业就是为了卖东西 包含台积电在内 为什么台积电最近的股票很差呢 大买主没了 大买主没了 你生的那么多东西 什么三奈米二奈米一奈米的话呢 你生的东西没人买 没人买的话呢 就是一团废铁啊 实际上的话呢 就是说生产最重要的 还是找市场 你可以一开始介绍 有关于空中巴士跟那个波音之间的竞争 那就是市场啊 市场这个选择 谁的市场大 谁就武器大 这个东西是没有烟消味的 这个实际上是大家都信服口服的 那你中国的市场就是大 你要不要你自己决定 第三点我要强调最重要一点 什么光刻机啊 什么EUV啊 什么什么DUV啊 他们的基础都是物理 你有没有看过最近大学的世界 世界明大学的物理系排名啊 我告诉你 世界除了哈佛耶路前七名八名 全是大陆的学校物理系啊 这个基础 那个阿斯玛尔的那个总裁讲说 中国人可能做不出光刻机 但是他自己摇头也不一定 真是不要脸种族歧视 为什么中国人做不出来 非洲人都做得出来 假以实 你讲这种话 你是殖民人家 你荷兰人本来殖民印尼的时候 你就认为印尼人没不行 印尼人也有好人啊 对不对 你怎么可以讲这种话呢 我告诉大家 假以实日慢慢发展 这是个好消息 你科技要独立 以前啊 全球化的时候啊 想到跟大家分杯 你分工 现在没这回事了 那就自己干自己的 那就行了 所以我很乐观 我很高兴啊 对啊 越是有这样的逼迫 又会逼死这个中国大陆 让这个技术超前 要不然的话 你在全球化了 价钱又便宜 那个货源又公益又稳定 那你就不努力啊 你现在的情况下来讲的话 你不努力不行啊 这个就很像是 60年代发展核子战 一样的道理啊 是是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晚上再马上回来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中澳关系啊 到底是如何呢 到底有没有递出了一个橄榄枝 现在澳洲可能是向中国大陆 递出橄榄枝啊 要求一带一路吗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啊 这个索罗门的总理哦 苏加瓦瑞他是讲说啊 现在判中所的警务 可以永久性的合作 那可是这个澳洲政府的高级官员 他就公开表示说 中所的警务让人有一点不安啊 其实不光是中所而已哦 你看像巴牛啊 斐济啊 他们在中国 都有在2020年的时候 派出第一批的国防人员 那2021年的时候 甚至中国大陆的警察哦 这个联络官也被派驻了斐济 中国甚至向这个斐济来签署 这个警务安全的一个协议 所以其实包含了中所啊 或者是斐济啊 他们都蛮依赖 这个跟中国大陆 在这种警政上面的一些相关的合作 那中国大陆现在其实续在拉拢 十国要来签安全计划 但是除了纽澳啊 两个西方的阵营的成员之外 其实还有一些国家 比方说像是这个法国海外的一些领地哦 他们是排除在外 另外就包含了像是跟台湾的一些邦交国 可能柏刘啊 诺鲁啊 马绍尔群岛啊 土瓦鲁啊 这些地方可能是被排除在外的 因为现在这边感觉起来 好像有一点壁垒分明的味道出来了 那我们紧接着来看一下 纽西兰哦 倒是在这一波里面 看起来他是比较明确的在说 这个纽西兰的总理哦 阿德恩他是遇到了拜登之前的见面时候 他讲说他短期之内 我们是不会加入美国的反中阵营啊 那为什么索罗门指望这个中国来这边 域外大国来干涉这样的安全问题 其实让这个美国是相当不理解 但是阿德恩就讲说 你应该要思考一下这样子的问题 为什么他们会去寻求中国 是不是美国你应该要扮演的角色 或者是澳洲本来副警长想扮演的角色 并没有扮演好呢 所以他们才像这个中国提出 这样子的一个安全上面的一个合作方式 那我们来看一下澳洲跟中国 他们现在呢这样的经济关系 到底纽西兰跟中国这样的经济关系 有可能会抵消掉这样子的反中的可能性 因为纽西兰他们现在 这个反核的情绪仍然还在 他们对于这个1970年 美核动力跟核武装海舰的这个厌恶感 都还存留着 可是如果美国现在持续要在这个地方 比方说给予澳洲核潜见的话 纽西兰是挺感冒这件事情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澳洲向中国递出橄榄枝 这个澳洲的贸易部长他讲说 除了WTO的仲裁之外的替代方案 其实还可以有一些其他的来解决相关的争端 那中国大陆也回得很直接 他就说其实改善中澳的关系 并没有自动驾驶的模式 这个澳洲你还是需要拿出一些实际的行动 而不是直接讲说 我们想要这个有相关的一些回温的这种方法 但是只是讲讲而已 因为毕竟现在AUKUS 已经成为这个双方矛盾的一个紧张点在 只要这样澳洲跟AUKUS 现在是走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双方理念的差距 永远都是存在着分歧 所以我们看看现在澳洲的外长 他怎么说呢 他说爱班尼斯政府希望恢复 跟中国大陆的外交关系 但是不应该再向北方来派遣战事 也就是说你不应该再持续做出一些引战的动作 还有像之前我们讲到澳洲不是还派这个战机 到这个黄海南海这个地方来扰乱一下吗 你如果还有这样子的动作 你说澳洲关系要怎么样的改善 那现在就要看看G20 G20的话 那这个王毅跟这个黄英贤 有可能会见上一面 那黄英贤说他到时候可能要抓住一切的机会 要求中国取消不合理的贸易罢工 那可是澳洲毕竟 还是不能说只是单方面的在讲说 中国大陆你必须要改变 然后另外一方面在干什么呢 跟美国一起持续唱和 因为你看看黄英贤讲什么呢 谈到台湾的问题不鼓励片面的改变现状 所以如果你还持续的释放说 跟美国站在一起 这个中国威胁论的话 我相信这个澳洲关系 很难走向期待中的这个和睦之路 我们先来看一下 2020跟2021年的这个对比 2020年中国的贸易 占澳洲出口总额的28.8% 但是2021年 这个澳洲对华的出口 还甚至又创新高 虽然说关系恶化 但是呢 其实你看起来 这个美国跟中国的相比 中国是美国的三倍之多 也就是说澳洲更依赖中国大陆 但是现在这个葡萄酒商 深受其害 他们现在还甚至关闭了 这个中国的办事处 因为他们的贸易额 真的是大缩水 大概只剩下六分之一 从原本大概12亿的澳元 现在只剩下2亿澳元 那所以现在澳洲必须得要 就是有这个减免5%的 这个进口关税 希望说我们也释出一些利多 那比亚迪 也现在挺进这个澳洲市场 就是因着这样子减免关税 可是这必须是杯水车薪 双方的关系还是必须得要从根本上的改善 那我们来看这个权衡一带一路 在澳洲的作用 这是中澳工商会委员 他是讲说说 其实其他区域的发展计划 被忽略的地区当中 一带一路是这些地区 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增长的一个贡献者 那2022年的3月呢 他们就发布相关的这个一带一路的一些 全面性的一个指导 那连澳洲他们在这个 等于说中国市场的负责人 他都在讲呼吁说澳洲政府 应该要重新检视 一带一路其实也可以为我们澳洲企业 带来一系列的一些机会 我们不应该一昧地排斥 就是一昧地站在这个美国这一方 另外这个前中澳友好协会的这一个主席 他也是说其实有许多亲密而且忠诚的中国朋友 在生活困难的时候 都给予我们相关的一些协助 所以很多民间来自于民间的声音 都希望澳洲你不要再继续跟着美国唱和 倒是看看眼前这些跟中国上面的经济合作吧 我们首先来问一下介大使 澳洲的对中国大陆的外交跟政治立场 绝对对他的经济是不利的 而且会造成如果继续坚持下去的话 我想他的经济造成伤害会不断的还会扩大 因为中国大陆在这个煤啊 还有些矿产啊甚至铁矿上啊 事实上也在找分散的这个来源 所以现在中澳之间还维持这个很 还维持一个相当大量的一个贸易关系 经贸关系 那澳洲出口的原料是中国对中国大陆来讲 目前还是不可或缺了 也没有办法很快的把这个对澳洲这个 尤其在铁矿砂 还有这些一些这些这些原材料上面 那个依赖度很快的把它把它压下来 也就是说找到另外的更好的 更便宜更便捷的这些供应的来源 不是那么容易 可是呢如果说中澳的关系 澳洲跟中国大陆的政治跟外交对立 如果持续下的话 我想中国大陆一定会持续的这个减少 它在铁矿砂 煤这方面 这些原料上对澳洲的依赖 我想对澳洲的伤害是会很大的 因为澳洲三四十年前 其实它经济并不是很好的 那么它的经济也是一个比较 依赖于这个原物料跟农业的一个经济体 那么没有什么活力 但是随着中国大陆的这个改革开放 这四十年 事实上澳洲的经济几乎是翻倍的成长 整个社会充满了活力 钞票一大堆 那么这种各种投资移民各方面 给澳洲带来极大的增长的动力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 大家我想澳洲很清楚 就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 搭上了中国大陆改革开放 中国经济往上爆发的这个势头 澳洲获利最大 那么事实上在过去 就是说Morrison政府之前 澳洲跟中国大陆关系好得不得了 没有什么嫌隙的 而且还签了这个 怎么讲 还签了这个自由贸易协定 那么习近平本人也去过澳洲访问 在那个时候关系非常的好 可是Morrison上台以后 基本上就毁了 基本上是一个 几乎是180度的转变 那么很多合作计划 在Morrison的这种阻挠之下 比如说对于西澳洲 对于这个达尔文港那边 一些大型的这种建设计划的合作 都被Morrison给他停了 那另外澳洲加入两个 反中联盟 第一个四方会谈 第二个AUKUS 所以这个中国大陆做报复性的这种 做报复性的这种回应是必然的 那当然现在澳洲看起来有一点变化了 那我觉得这个迹象就是澳洲想改变这个现状 我想已经开始了 会有多快的话 还要看看他们这个未来这几个月的发展 对啊 背景两个国家的这个相处上面 都会阴着说 你有善我也会回馈你嘛 那如果说你对我不好 当然会恶意螺旋持续的上升 大陆一直在提醒澳大利亚 就是 解铃还去解铃嘛 那问题的癥结到底出在哪里 澳大利亚应该很清楚 就是首先是澳大利亚先 以国家安全的理由 而这个国家安全理由 应该来讲就是应美国的要求 然后进华为 就是禁止华为进入澳大利亚 然后也对于这个华为 在南太平洋的岛国中的 这个铺海底电缆 它实施破坏 实施阻扰 这样的一个动作 就是不友善的动作 这个态度很明显 而且是贸易行为的 不友善的动作 那中国大陆面临你 这个不友善的动作 当然会反制 反制了以后 澳大利亚又开始加码 然后这个时候就从这个 实质的商务 它转变成为外交上的 开始指责 中国大陆对COVID-19的责任的问题 实验室的问题 然后当时大家都说 这个不能用歧视性的语言 可是澳大利亚是一直用歧视性的语言 这样的一种动作 那这样的情形下 双方的关系当然就越来越紧张了 您刚刚提到了这个加入ERKUS 那ERKUS就是几个 Yanker Saksin的国家来组成 一开始就摆明了 它的目的是谁 就是它的目的就是针对中国大陆 而且为什么会英 德 澳 事实上是环绕在澳大利亚 因为美国的另外一个基地是在夏威夷 离澳大利亚又几千公里远 那再过几千公里才到本土 那对英国来讲 你是远在北大西洋 你要南到南太平洋的这个地方 距离是非常的遥远 那你就变成要依托你的 这个英属的海外的属地 所以以澳大利亚为中心 那要遏制中国什么样的发展呢 其实就是因为中国大陆 要往这个拉丁美洲这个地方去发展 因为一带一路很明显的就是通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的经济体是越来越大 它跟中国大陆的猫育额也是越来越大 现在已经超过美国达到了三千多亿 而它的人口数跟东南亚的人口数是差不多 但是拉丁美洲人再多一点 可是土地面积却大很多倍 这样的一个处境 也就是说拉丁美洲的天然的资源是充沛的 不管是矿物的资源 植物的资源 这些都是很充沛的 那这个是中国大陆很需要的 同样的道理 它的人口数跟东盟差不多多的时候 也是中国大陆很大的一个市场 因此交通基础建设必须要发展起来 你想当交通基础建设要发展的时候 南太平洋的岛国就是一个重要的 补给点 转运点 节点 对南太平洋岛国来说的话 如果有中国大陆的介入 使他们改变他们的地位 在经济上有利 在内政上有利 而且在跟美国跟澳大利亚谈判的时候 更加的有利 那澳大利亚反而又认为说 那你到我家里面来 到我的地盘里面来 其实这个道理是不能这样看的 我个人的推端是认为 澳大利亚到目前来说 它一直要等待中国大陆 给它释出善意 这岂有此理 中国大陆是大国 先释出恶意的是澳洲 你小国欺负大国 要大国再给你善意 这有点太超过了吗 这个小国 明明是先澳洲开始 对 我稍微解释一下 拉老师最后一个问题 认为岂有此理 对我们这边讲 凡是存在的一定有理由的 我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澳洲人 他们基本上是不愿意谈历史的 澳洲历史不能看的 澳洲国家成立就是 英国人把罪犯送到澳洲来的 他们有白澳的政策的话 就是指走诸歧视 另外最重要的话 就是说澳洲也在搞黑奴 澳洲把南太平洋人 都当黑奴在卖 然后这个手法更残忍 而且更坏 就是用完以后就送回岛国去 这个都是历史产生的感觉 澳洲人因为这个历史 所以产生了三种现象 第一个 他不但是国企有英国 第二个的话 澳洲人自己认为自己是英国人 第三个的话 他继承了英国的帝国主义 在亚洲地区 所以他都感觉到 我自己去过澳洲的 我到Brisbane大学去开会的时候 他是跟英国的制度 是完全一样的 跟纽西兰就不一样 我们大使坐在旁边 纽西兰的话有40%的原住民 毛利人 你看到每次踢橄榄球的时候 他们叫做Black的时候 他们就会唱毛利人的歌 原住民还存在了 澳洲就没有什么原住民了 所以说 他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心态 在面对这个事情 以前的话 澳洲人脑袋清楚一点 因为经济是硬道理 但是他跟纽西兰不一样 他自己感觉到 我不但是白人 我还是英国 我还是帝国主义 所以只要我的组织 美国跟英国一说命令来了 马上贤命办事 澳洲基本上的转变 非常奇特的 澳洲卖的东西 什么龙虾 红酒 煤 什么铁 什么的 通通都卖给中国 他生意都不要了 中国基本上 市值也是挑软的吃 你懂吗 如果说这个 他不能够卖的东西的话 他都已经 人家美国都接了这个市场了 美国拿了什么没有 所以说基本上 澳洲是两头接尸 都左右不逢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澳洲现在的话 感觉到说 还是回头想一想 自己的利益比较重要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澳洲基本上 现在嘴巴很硬 但是实际上 你动作是在转变 这阿巴尼斯 他自己知道澳洲人要的什么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马上回来 我们节目连续好几天 讲到中国大陆 在非洲这边的工程 现在竟然已经被封为 非洲之王了 因为其实中国大陆 因着基建 在非洲这边的建设 也影响到 非洲蛮多的国家 特别像北非我们今天会谈到 埃及苏丹跟伊索比亚 甚至他的这个军事基地 吉布地 所以看起来 中国大陆在这边 已经开始陆续在生根当中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他在非洲建了水坝 就是在伊索比亚这边的 一个复兴大坝 那他首次发电就产生 超过5000兆瓦的电力 是伊索比亚现有的 发电量的量倍 让大家非常的惊喜 因为毕竟这一个复兴大坝 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 那当时呢 这个总理阿比他就讲说 这将为六成在黑暗中 受苦的人带来光明 当时是在2018年 那习近平是讲说 这个真正的大国重器 一定要握在自己的手里 而如今这个伊索比亚 已经把这个重器 握在中国的手中 那中国也是对于伊索比亚 给予非常大的帮助 甚至还有这样子讲法 叫做伊索比亚 是非洲的小中国 因为他其实外债一败是来自于这个中国 大概有150亿美金 那他自己的这个外汇 甚至是黄金的储备 大概只有30亿美金而已 所以他蛮依赖中国大陆 给予相关的协助 那中国援助伊索比亚 比方说有这个好几个水库的大坝工程 不止一件有4个水库大坝工程 还有我们刚刚讲到的 包含像是这个亚籍铁路 甚至是这个吉布地 这些连串起来 其实在中国大陆 对于这个地方来说的话 又有这个水上面的一个工程 又有陆地上的工程 又有军事上面的工程 所以现在其实中国大陆 在这边影响力 甚至是可以说是 应该是可以推动 这个伊索比亚 他说要把伊索比亚推动成 非洲的这个等于是北非的新霸主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头衔 那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苏丹 苏丹他其实呢 当时他们也是要做 这样子的一个相关的桥梁 跟水利的工程 因为伊索比亚的复兴大桥 他就牵动到尼罗河的 这个水利政治 那原本找到了 这个美日的工程师 他们觉得说 我很难做出这样子的这个工程 因为毕竟对他们来说的话 可能工程的这个难度 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现在我们看看 现在争夺这个尼罗河的水源 包含了埃及有占了97% 苏丹他占了75% 那埃及曾经是不惜 以军事中途为代价来争这个水 多国是在这个 没有埃及跟苏丹的情况下 是达成了这个合作的框架 但是呢 这个伊索比亚跟埃及苏丹 他们三国谈判没有结果 但是最后这个大坝 还是建成了啦 因为已经厌倦用河水了 所以他们就还是需要有这个大坝的水资源 那还有呢 苏丹其实我们刚刚讲到啊 他是截断了这个世界最长的尼罗河 他建造这个世界最长的大坝 叫做麦洛维大坝 他耗时5年完工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每日工程师都没有办法做到 但是中国的工程师耗时5年 就做到了这样的工程 而且他全长是9000多公尺 是三峡大坝的4倍 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个难度有多高 那2003年的时候 当时苏丹的GDP 只有176亿美元 那建坝的预算就有16亿美元之多 所以建造起来其实非常的困难 因为这个预算 大概只有三峡大坝的十分之一 再加上物资缺乏 还有这个年均温超过了40度 所以对于这一个工程来说 中国大陆真的是克服了 蛮大的一个困难性 那他们当时是讲说什么呢 每日工程师讲 以人类的基建能力 没有办法实行这样的工程 但是中国大陆 他们是采取5种不同的霸体结构 最终才获得这样的一个成功 那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呢 他其实也很想要插手这个地方 可是他每回的插手 不是制裁就是什么 我限制你 我们看看他是不是亲手 把这个伊索比亚苏丹跟埃及 推向了中国 因为拜登在去年的时候就宣布 伊索比亚从2022年起 不再适用非洲成长的机会法 所以美国议员就跳出来说 那你这样不是让中国有机可乘吗 那对于苏丹来讲的话 美国甚至把他列为 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 一直到2020年才排除 所以对于苏丹来说 他也不是太友善 还有美国在2021年 还冻结了埃及1.3亿美元的军援 当时埃及就是积极要发展说 他的这个新的首都 所以中国才借机就抢到了 这样子新首都的一个基建案 那中国跟埃及的关系更不用说了 其实现在这个埃及 是地中海区域的一个经济要角 也成了中国转进欧非的一个重要的门户 当时2008年建立了 苏丹市经济自由贸易合作区 那中国的巨石集团 在这边扮演蛮重要的一个角色 他就是这个全球最大的 玻璃纤维制造商之一 所以他就进驻到了这个地方 让埃及也成为全球第三大的 玻璃纤维出口国 等于说有一点好像技术上的合作 跟转移 使得埃及的现在的经济 也有所成长 所以可以看出来 中国他来到这个地方 在北非这边 他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一个 协作或者是合作的模式 所以难怪他现在在这边 被称为非洲之王 首先我们来问一下大使 中国大陆进入非洲 跟欧洲人进入非洲 那个动机跟历史背景完全不一样 欧洲人进入非洲就是剥削 就是剥削他的天然资源 然后还剥削他的劳动力 然后怎么剥削呢 用最原始方法就是贩奴 把非洲人都当奴隶一样 不但当地用 用不够还卖到海外去 所以大赚齐钱 那么这些资源的掠夺的话 那就是非洲的矿产 钻石 这些森林 什么都是无常的 就把它通通给它掠夺去了 所以造就了欧洲 从17世纪 18世纪 19世纪 这样子 这种空前的这种富裕 非洲是 等于说是欧洲人 的一个怎么讲呢 一个宝库 缺什么就去那边找 反正也不要花钱 所以他们就习惯这个样子了 所以非洲人真的是 真的是住在欧洲人的房边 真的是命运是非常的悲惨 就是离上帝太远 离欧洲太近 离欧洲太近了 而且这个殖民统治 也替这个非洲制造了 到目前为止 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也就是他的政治疆域 完全把同一个民族 把你切成两半或三半 然后把不同的民族 给搞成一个国家 所以就是说 基本上现在非洲国家 有一个现象就怎么样 就是他的政治权利 通常变成 这个国家可能 你以乃及内亚来讲 他有一百多个种族 一百多个族群 那么政治机构 移民者留下来的政治体制 就变成取得政权的 那一个民族 用来压迫其他民族的工具 然后剥削其他民族的工具 所以非洲永远走不出来 那现在欧洲人 也从来没改过 英国 美国人也是照 从样造个道理进欧洲的 唯一不同就是中国人进欧洲 进非洲是完全不同的心态 是 造桥铺路 然后呢 盖工厂 大家一起发财 教你怎么样 教你怎么造桥铺路 教你怎么做工厂 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 否则非洲人真的走运了 交到中国的朋友 来问一下赖老师 水资源是非洲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问题 也是他们的国家与国家之间 部落与部落之间 矛盾冲突的问题 所以您提到了 有关于建大坝的问题 它是对于水资源的 再处理再利用 这个当然对于非洲的工程来说 对于一些穷国来讲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贡献 还有就是因为建了大坝以后 也能够灌溉 能够发电 那一旦能够发电 也解决了他们的一部分的 这个电资源的问题 非洲这么长的时间 都陷入贫穷落后 水道的整治 还有就是电力能源的建设 交通节点的发展 这些通常都是你英国 美国还有传统的法国 尤其是法国曾经殖民过 北部非洲的这样的 他们不太愿意投资 因为这些投资 第一个是长期性的投资 能不能收回本 他们也没把握 然后再加上他们的 这个工程的建设费用 都比较贵 所以在这个部分中 我们看到欧美的国家 不愿意投资 非洲就因为陷入贫穷 落后 部落国 不断的矛盾 冲突交战 这个地方就变成是 我们讲的黑暗的非洲 其实这个地方的人 也是一样的 跟我们都一样 他都是一样 也是想要过好日子 要追求幸福的未来 要接受教育 但是欧美人不愿意投资 那中国大陆进去了 进去了经过这么多年 刚开始的时候 最焦虑的是英国 后来英国也放弃了 输了 接着第二焦虑就是法国 因为在北部 中国大陆发展到 北部地方的时候 那为什么会说英国 刚开始最焦虑 刚开始就是从肯雅 那个地方发展 因为在肯雅的这个 是距离中国的战略位置 是非常好的一个地点 然后接着开始往北走的时候 那就是法国人的地盘了 所以是先英国焦虑 后来法国焦虑 那法国就多次的 要寻找跟中国大陆的合作 或者是要压制等等 刚开始是压制 希望中国大陆 在这地方不会成功 所以他也曾经去煽动 非洲的国家 跟中国大陆有对抗 后来就指责 说中国大陆在这个地方搞 这个主权债务陷阱等等 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时候 非洲人他们自己讲了一句话 就是说你们几百年来 你们这些殖民国家 给我们做什么 中国大陆来 给我们灶潮修路 盖高速公路 盖水坝 解决我们的能源 电的问题 医疗的问题 这个防疫物质的问题 都送进来 那你说这样的人是坏人 可是对我们非洲人来讲 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你说你们是好人 可是你们殖民我们 剥削我们 可是你却从来没有 给我们做这些事情 大家都是明眼人 非洲人也是看得出来 谁才是好人 发展就是硬道理 想要发展讲的是经济的机会 经济的效率 经济的利益 我们跟大陆同文同种 我们这种人啥也不会 只会搞经济 所以我们就讲得 非常懂得这个里面 你面对非洲的态度的话 我不能够讲说 非洲人什么特别怎么样 或者什么白人特别怎么样 但是历史是铁一般的事实 你这个帝国主义的话 卖人家这个黑奴卖了两三百年以后 你到了前不久的话 两三年前 美国的45任总统 川普还在说 这些国家来自粪坑国家 这个多大的侮辱 美国到今天来讲的话 整个社会最大的问题 还是他们的人种上的冲突 非洲人要一个发展的模式 就是我要能够独立自主 你不能够所有的人 都跑到欧洲国家才算人 我们自己在非洲 也要过得像人一样 你首先得照桥铺路 你首先的话 都要有起码发展的条件 你要让老百姓 能够吃得饱 吃得好 睡得稳 这种情况 谁能够做到 谁就是受到欢迎的 这个道理很简单 而且目前大陆刚好 就是有多余的外汇 能够